与凤行刚开播就出了一个绝世大渣男 你知道他是谁吗 剧中行云因为想跟沈丽换肉吃 露出了自己会算卦的本事 引了城主的大儿子顾承睿威胁行云给他当谋事 为了活下来 行云就投奔了城主的小儿子顾承景 却和沈丽意外得知了顾承景的一件秘识 原来顾承景有一位相爱的妻子叶狮 几年前顾承景遇刺 叶狮为了救他身重数钱去世了 顾承景却不愿意接受现实 他找遍了各种让叶狮起死回胜的方法 最终给叶狮摆了一个复魂阵 吊着他的性命 还豢养了一只荷花妖灵小河 等小河长大变成人形 有了合适的机会 就可以以命换命复活叶狮 然而在扶生的蛊惑下 小河却意外得知了自己生爱的顾承景 不仅利用爱人 还一心想杀了自己的时候 小河愿起冲天 一心报复 并把怨气负责在顾承景的景悦府里 其他未承景的妖灵身上 任由他们在府里祸害其他人 小河则是冲到了夜市的墓室 想杀了顾承景和夜市 此时沈黎和行云下小赶来 沈黎告诉顾承景 对妖灵来说 主人就是他的唯一 如果他不主动散进身上的戾气 将会成大火患 沈黎带着行云去找小河 最终在荷花池里找到他 小河依旧不敢相信 那个把自己养大 天天培制自己 重溺自己的顾承景 竟然从一开始就只想杀了他 沈黎劝小河离开 小河却拒绝了 沈黎带他回去 告诉顾承景小河已死 顾承景固着姿态 声称夜市和小河都死了 自己也不想活了 看着顾承景的样子 小河最终为了自己的挚爱 花生进了夜市的身体 给他换了命 这个故事里的小河天真烂漫 有些选举省得太好了 这个叫黄艺的姑娘 真的演出了小河的单纯 美好 如河花一般敷润凝脂 刚出场时 趴在河面上浮水 美得像画一样 而那个顾承景 你说他之前吧 他一心一意爱着夜市 但夜市的死 也是因为他没保护好自己的妻子 同时还找外门邪道 换养妖灵小河 伤害了一个深爱自己的人 你说他人好吧 他听沈黎说小河已死的时候 就知道是假的 因为小河是他换养的妖灵 他不可能感受不到小河的气息 他故意当着小河的面 说自己想死 不就是逼着小河去给夜市换命吗 所以顾承景能不是渣男吗 太渣了